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午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午安。 今天下午,跟各位互相勉励的题目是,夫妻同行,女相继。 在后面有一张讲义,需要的人拿来做参考。 十几年前,我去印尼的马城教会。 那是国中高中的学生领安会。 他们呢,要我向这些国中,初中高中的弟兄姊妹讲婚姻之道。 开始的时候,我读两节圣经。 然后,我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请看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节。 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节。 第九节到十一节。 我读完了这一段圣经,就提出一个问题说,结婚好不好? 那些高中啊,初中的学生啊,很大方说好。 意思就是说,他们希望赶快结婚。 因为结婚很好。 后来我在念一段圣经。 请看格林多前书第七章。 1 Corinthians chapter 7, 26-28. 1 Corinthians chapter 7, verse 26-28. 再看 38节。 这一段圣经念完了,我再问一次。 结婚好不好? 好的,答好的,很小声。 但是没有人说不好。 只不过那些答好的人少一点。 圣经啊,是神的话。 神的话不会自相矛盾。 所以婚姻好就是好。 那么刚刚我们看的这一段圣经呢,是保罗个人对守同身的私人的看法。 所以啊,到最后一节。 他自己也说,我想,我自己好像是被神的灵感动了。 这样说了。 那可能啊,他也是被神感动了。这样做了。 当时,因为觉得教会周围的环境很恶劣。 从外面来的逼迫、毁谤、杀害很多。 所以保罗啊,才有这一段的教训。 但是已经经过了一千多年了。 世界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并不能因为保罗这样的一个感动啊,我们就不结婚。 而且啊,很多人啊,还很想结婚。 虽然有许多人跌倒了。 但是啊,好像都是英雄啊,在婚姻上面都是英雄。 前夫后继。 前面倒了,我后面再来。 我今天早上啊,有说啊,婚姻是终生大事。 所以没有结婚的人啊,根本还没有解决终生大事。 但是,结了婚的人,这个终生大事啊,更大。 所以一辈子啊,解决不了这个大事。 因此啊,有些人解决不了,就离婚。 离婚有没有解决问题呢? 没有。 留下的那些尾巴的问题更多。 不要说社会问题。 自己的那些孩子,问题就很大了。 两个人啊,以后的问题更大。 所以啊,婚姻问题是大事没有错。 但是结婚以后,不可以放松,不可以随便。 在这一块婚姻的原地里面,也不断地是浇水去照顾,才能够让它长大。 我今天早上有说,人家说婚姻是没有毕业证书的。 不是说你结婚二十年了,你毕业了,你有问题了。 很多人啊,结婚了二三十年了,才发生问题。 才觉得啊,婚姻的问题要从头开始啊,要重修。 而且觉得永远不能毕业。 因为每一年,每一个年程,有新的问题要去学习。 所以啊,有一个研究这个外遇的专家。 他一直在研究这个外遇的问题。 为什么人会有外遇? 他研究的结果呢? 他发现啊,长得阴俊潇洒的人,有外遇。 但是,长得丑得不得了的人,还是有外遇。 女孩子啊,美丽如花,有外遇。 长得不好看的女人,还是有外遇。 他发现啊,有钱人,有外遇。 可是他也发现啊,三餐不济的人,还是有外遇。 他发现,健康的人有外遇。 但是他也发现啊,疾病产生的人,还是有外遇。 他发现这个外遇的例子啊,好像没有一个条规啊,没有一个条例。 什么民主,什么情形的人,都有外遇。 而且啊,随时随地会发生。 所以啊,他都放弃了,不要研究了。 外遇问题啊,他研究了几十年以后,一句结论,什么人都有可能外遇,所以不必研究。 这样看来啊,我们在婚姻这条道路上面。 稍微的不小心啊,就倒了。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三章说,结婚啊,是两个人,携手,走这条天国路。 And 1st Peter chapter 3, the verse we read this morning, tells us that, in marriage, both the husband and wife have to walk together on the same path. 因为结婚典礼的时候,都有一条红毯子。 从那一边走到这一边来。 出生到结婚那一天。 很多人啊,看着你长大。 你的家人把你带进来。 你的同伴冰箱陪着你走进来。 可是,红毯子这一边走到那一边。 那是结婚到白手偕老。 现在啊,这边往那边走啊,没有人帮助你的。 And from this end to the other end, no one will help you. 就你们两个人啊,手牵着手出去。 Only the both of you, the spouses, have to help each other, and they walk out of the hall. 曾经看到一个新娘子紧张啊,跌倒啦。 旁边啊,有些人啊,跌倒啦,不跌倒啦。 And some people beside them say that, why don't you just lift her up? 老人家说,不可以啊! 她的男人啊,她的男人在旁边啊。 The old people amongst them say that we should not, because her husband is just beside her. 对啊,从这里到那里啊,就是你们两个了。 From here to there, it's just both of you. 这个就是所谓的夫妻同行,女相起。 This is walking together in close communion for husbands and wives. 今天早上我们讲第一点跟第二点。 This morning we touch on the first point and second point. 要在这一条婚姻的道路上啊,走得稳,平安,就是要祷告。 For us to have peace and to be very stable as we walk on this path of marriage, we have to pray. 这一条道路上,要走得正,走得光明。 And to walk right, to walk in the light on this path. 就是要在真道上彼此勉励。 We have to encourage each other in the most holy faith. 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讲的。 我们新加坡这里啊,比较流行自由恋爱啦。 Singapore, the more prevalent thing that happened is that we are very free in our relationship. 其实以前啊,老一辈的弟兄姊妹的婚姻啊,都是家长做主。 但是我看老一辈的婚姻不错啊。 家长做主,家长负责。 你自己恋爱,自己看上,自己找到的,你自己负责。 But if you will have to bear your own responsibility if you were to seek out your own, and to have this relationship on your own. 你不能爱到,爱得不得了啦。 发生问题说,爸爸,解决吧,妈妈解决啊。 不能这样子的。 那个读者文哉啊,有一篇报导。 台湾啊,有一个很著名的大学,台湾大学的一个女孩子。 到瑞士啊,去修博士学位。 这个读博士这几年当中啊,经常啊,到一间啊,这个瑞士的餐馆啊,去吃饭。 结果啊,跟那个瑞士的那个餐馆的厨师啊,恋爱了。 然后啊,就嫁给他了。 快出嫁的时候。 这个父母亲气得差一点中风啊。 如果你要嫁给这个厨师啊,就不必读博士啊。 你读了二十多年,一二十年的博士,然后是嫁给那个煮饭的。 意思就是说,不必煮这么多时候,早一点结婚算了。 一天到晚啊,煮饭啊,煮菜啊,炒菜啊,煮汤啊。 如果要烧饭啊,烧菜,不必读二十年啊,不必。 女孩子说,我负责好了。 结婚了。 不久啊,发现这个厨师啊,得了癌症啊,肝癌。 这个消息啊,好像晴天霹雳,打得快分倒了。 她说,我这一辈子啊,立志不嫁给新饭的,新菜的,新汤的。 结果呢?现在饭也有,菜也有,汤也有。 所以婚姻啊,有时候很奇怪。 你认为啊,完全不相配啊,她竟然配起来。 你认为这两个人,她配得很,她偏偏不配。 所以啊,既然现在结婚了。 也没有办法再挽救了。 因为我们信耶稣不能离分。 你不能重新再来过。 那个希腊的哲学家。 一个叫伯拉图。 他的老师叫苏格拉底。 那学生啊,有一次问老师。 什么叫爱情啊? 什么是婚姻呢? 这个苏格拉底啊,没有正面回答。 告诉他做两件事。 他说啊,你到这个麦田哦,去摘啊,一碎这个最大最好的麦子给我。 你要看准了,不可以回头。 而且要最大的。 最饱满的。 他马上去了。 一下天啊,哇,这个这么大。 这个碎子这么饱满啊。 就要摘了。 你想想看,还那么圆啊,还多得很啊。 再两三步,哇,果然还有更大的。 他想想看,还这么远啊,一定有更好的。 他想想看,还这么远啊,一定有更好的。 一切都寄望在那个最后面的。 啊,糟糕,最后面,最糟,最难看,最不好。 又不能回头。 到了快到尽头的时候,就随便摘了一点,就回来交差了。 老师说,这个麦子是这个最好的吗? 学生回答老师,没有。 这个是最差的一个。 你为什么找这个最差的呢? 因为不能回头啊。 老师又说,你再去。 到一个木头啊,山,山木了。 森林了,一个山木。 你看那棵啊,最直的,最高的给我。 你就做记号好了。 有上一次的经验了,所以他一进山林了,一看一棵很大的,就是这一棵了。 不必再考虑了。 结果就做记号。 一直往里面走。 哇,后面更大的,多的不得了。 我为什么这么冲动啊?一进去就马上决定。 学生啊,回来,回答老师。 苏格拉底就是说了,爱情坑婚姻啊,就是这样子。 有的啊,过分谨慎选择。 选到最后啊,是最差的。 有的啊,太冲动了,一看见了,就马上决定。 还是最差的。 所以人哦,很难啊。 婚姻就是这个样子哦。 你刚女结婚以后说,哎呀,还有这么多好的啊,我怎么不知道。 等到你年龄这么大的时候,哎呀。 好多机会都丢了。 看来看啊,没有什么了。 因为前面那个都是最好的。 我都放弃了。 不能回头。 所以啊,我说年纪大一点的弟兄啊,赶快结婚。 年纪轻轻的哦,不要冲动。 这样子啊,才不会后悔。 可是我们都结婚了。 那怎么办呢? 就是要靠主啊,来携手同行。 除了这两点之外, 我们现在看第三点。 说从生活中彼此分享。 请看雅歌第七章第十节。 雅歌第七章第十节。 我们读到十二节。 Verse 10 to verse 12. I am my beloved's, and his desire is toward me. Come, my beloved. Let us go forth to the field. Let us lodge in the villages. Let us get up early to the vineyards. Let us see if the vine has budded, whether the grape blossoms are open, and the pomegranates are in bloom. There I will give you my love. 婚姻要能够携手同行 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要常常能够分享喜的 其实婚姻生活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也有很多喜乐 有的人偏偏看苦难而不分享 你看这一对情人 这个女孩子对这个良人,他的男人这样说 他说啊,来吧,我们到乡村去 我们在那边过一夜 然后一大早我们就起床 我们到葡萄园去赏花 那边有又香又美的花 当我们在花园里面散步的时候 我就要把我的爱情全部给你 这个女孩子很会享受爱情 她真的很会安排 所以啊,要她的良人能够早一点起床 她想赶快去看花 这就是懂得欣赏,懂得分享 女孩子啊,比较重感情 男人啊,比较理智,比较实际 所以同样去吃东西啊 女孩子要看那个好看的 还要点根蜡烛 桌子上还要一朵花 男孩子说不必啦 这个大碗一点就好啦 鸡腿啊,鸡腿大一点就好啦 可是女孩子宁可小一点啊 多了一个蜡烛,多了一根花 这样排好 所以既然结婚啊 一定要尊重对方的心情 但是要分享啊,一定要先了解 不了解双方就无法分享 因为你认为毫无意义的事 可是对方认为这个是太重要了 所以他想分享啊,你根本就不想 所以彼得这样说 彼得前书第三章 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 这一句是在勉励做丈夫的 说你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 看中文啊,这个翻译 不太了解 所以那个情理啊,它小字 这是原文的意义,叫做知识 这是原文的意义,叫做知识 英文怎么换音 就是说夫妻之间啊,一定要了解 才能够分享 不了解就无法分享 我刚才看这个亚当跟夏娃 你就知道哦,女人比较重分享 所以你看当夏娃把那个善恶果拿过来以后 她吃了一半就给丈夫一半分享 而这个男人啊,谈不谈分享 他有吃的就好了 夏娃哦,夏娃是真的分享给丈夫 这么好的水果 比榴莲更好 所以分享给丈夫啊 那丈夫啊,一看,有的吃的就好了 吃吃吃吃,不谨慎地留了一个喉嚼在这里 连煮都吃下去了 后来神来了 就问亚当了 你做了什么事啊 你为什么躲起来 因为我没有穿衣服啊 你怎么知道 莫非你吃了不可以吃的果子 这个时候男人说了 就是因为你造的那个女人啊 她给我的啊 我没有错啊,是你造那个女人给我的 神问女人啊 你为什么吃啊 因为那条蛇叫我吃,我就吃了 两个人都没有错,错得在神 谁叫你造女人 谁叫你造这条蛇 所以我们才患罪啊 患罪了以后都会推迟 可是现在对这个问题我要讲的就是说 夏娃有分享的这种精神 这个是女人的特色 她比较重分享 所以彼得才说啦 你们做丈夫的一定要了解妻子才能够与她同居 所以我们要分享啊,一定要先了解 所以我们要分享啊,一定要先了解 人家说啊 男女因为了解而结婚 后来因为更了解了才离婚 那前面那个了解跟后面那个了解不太一样 有一个年轻人啊,有一次听到有一个见证 说人家那一对夫妻啊,好好啊 那个丈夫啊,都是吃肉 那个太太都是吃骨头 因为啊,丈夫喜欢吃肉 太太呢,喜欢那个很少的肉 但是有骨头的,吃起来好香哦 那两个人有了解啊,所以没有问题啊 你吃你的肉,我啃我的骨头 相安无事 而且啊,非常亲密 好啦,这个年轻人也结婚了 他也要学一学 结婚的第一天 他把面包啊,拿过来 把中间啊,好好地刻起来 这个旁边的,交给太太 他自己啊,就擦啊,油啊,酱啊,吃的好吃啊 那个边边的给太太 那边边很香啊 像一吃啊,吃两年 太太啊,什么话都不讲 两年以后啊,小孩子出来了 小孩子长大了 也会吃面包了 这个时候啊,这个做丈夫的 把那个边包啊,磕掉 还是给孩子吃那个边边的 这个时候这个太太啊,忍不住了 就开始又哭啊,又骂 哇,忍受你两年啊 你这么没良心啊 你去中间的边边给我吃两年 现在你又把这个边边给小孩子吃 我大人可以忍受我小孩子怎么可以呢 你是一家之子王,你是爸爸 你那个是没良心的 哇,这个先生吓了一跳 他说太太啊,在我们家 最乖的孩子才可以吃边边耶 所以我们爸爸妈妈都把最乖的 才能吃这个边边啊 所以我把最好都让给你呢 让两年啊,你竟然怪我 跟那个吃肉跟啃骨头不同哦 他以为天下的夫妻都一样啊 天下的太太都喜欢啃骨头 天下的丈夫都喜欢吃肉 其实啊,完全不同 每一对每一对的夫妻完全不同 你不能用我家的那个习惯套在我太太 套在我当父的身上 所以我说啊,要分享一定要了解 你不了解就无华分享 你要分担才有分享 你分担她的心里面所想的 你分担她的心里面所想的 然后才能够分享 能分享才能够同行 这是一定的 这个雅各里面哦,其实有很多啊 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 几年前啊,我去马来西亚 我就是在谈到这个雅各的问题 因为我们台湾有一位郭长老 他也在研究这个离婚的夫妻 他说经过他的研究观察 同床睡觉的夫妻离婚率最少 同床睡觉的夫妻离婚率是第二的 离婚率最高的就是分房 分房一定是分床的嘛 所以,他看了以后啊,同床最好 就算是同床一梦还是好 那第二好的就是同床 不同床 同床还看得到了 同床嘛 最糟糕的就是分房 分房啊,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那边在搞什么你也不知道 所以保罗才说 除非啊,两相情愿 绝对不能分房 因为夫妻一分房啊,就无法分享 那我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是说啊,这个夫妻睡觉 这个位置圣经也有规定的 我说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太太要睡在丈夫的左边 有人就是笑我了,哪里圣经有这样规定的 我太太就这样问我,哪里有这样子啊 我说有啊,如果有你就要转过来哦 因为我喜欢睡那边,那边有厕所 比较方便 她也认为那边有厕所方便啊 所以我就告诉她,我们这样睡不合乎圣经 你要过来才对 哎呀,圣经怎么这么无聊啊 这个也在规定 我说有啊,就是有啊 她说如果有,我就改变 我说好,那一言为定 我说我们看雅各第二章 雅各第二章 雅各第二章 第六节 雅各二章六节 我说这个是女孩子讲的哦 她的左手在我头下 她的右手将我抱住 请问啊,你睡在哪一边啊 她没办法呢 她乖乖的过来啦 所以我说当传道有好处啊 就是圣经手嘛 没有想到我去马来西亚这样讲啊 有一个老弟兄啊 哦,真的好像发现什么宝贝啊 回去马上对太太讲 大概他的情形跟我一样啊 那他太太说 谁讲的,谁讲的 他说那个台湾那个传道讲的 她没有来啊,听不见啊 隔一天啊,那个老太太真的来 你讲什么啊,太太睡左边啊 她说那个说的笑 是我太太啊,右边 所以我喜欢靠近厕所啦 所以我叫她睡左边啊 可是她不听啊 所以我就说圣经这样说啦 但是这个老弟兄回去不是这样讲 他说人家圣经规定的 家会这样规定的 我说啦,家会没有这样规定啦 睡得好就好啦 就是嘛,我就是说睡得好就好啊 她偏偏要这样子 你睡了几十年啦,怎么改 从这个例子我们就知道 了解才能分享 不了解不能分享 所以啊,既然是由了解而结婚 就要更了解更亲爱才对 然后最后一点 夫妻同行密相器啊 就是要彼此服侍 请看加拿大书第五章 Galatians chapter 5 十三节 加拿大书五章十三节 这里说啊,用爱心互相服侍 这也是夫妻同行的一个秘诀 用爱心来服侍对方 我们所有的家世很多都落在女人身上 如果你认为这是苦差事的话 那越做越不舒服 如果你认为这一种服侍的话 那你做得心甘情愿 所以保罗才说 用爱心来服侍对方 在家庭里面呢 这个服侍本来就是要用爱心的 也就是说家世要互相分担 我们这个作家世不是一分而二 什么一定是什么人做 什么一定不是我做 这个道乐事 一定是女人的 这个没有我的事 这个谁规定的 这个谁规定的 彼此服侍才能够彼此分享 也才能够同行 否则的话 为了家世闹起来了 跟这个一样圣公也是一样 假如先生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工作 那太太在家里面 就要让他无后顾之忧吗 相反的 假如太太在教会里面很多工作 那么先生为了爱神 也为了爱太太 当然你要分担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 用爱心互相服侍 这个服侍哦 不是要求对方付出很多 那我就那边坐享其成 这样子哦 不平均 中国人说不平则明 不平就会讲话啦 所以还是要尽量平一点 这边工作那么多那么忙 这边又是这么的轻松 当然啦 内心就不舒服啦 你看马大 跟玛利亚 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听到 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听到 玛大忙上忙下的 对这个服侍的工作来讲啊 玛大太重了 所以后来啊她会埋怨啊 主啊 你叫我妹妹来帮帮忙吧 我一个人啊 要忙这么多 她会不平就会明啊 就会讲话啊 所以我们说 夫妻之间也是一样 一定要彼此服侍 彼此分担 这样才能够同行 如果老是一个人在享受 老是一个人在劳动 这样子不能同行的 因为付出的跟享受的不平均 听说啊 有一条猪啊 跟一只鸡啊 两个人啊 要合伙做生意 那么这条猪啊 跟这一只母鸡啊 就商量了 我们做什么生意好呢 母鸡说 现在那个火腿蛋炒饭最好 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个火腿蛋炒饭 我想这个生意一定不错 就开始要做生意了 那母鸡就下蛋啊 因为要蛋炒饭嘛 那这只猪呢 猪就要把那个前腿剁掉啊 才有火腿啊 当要剁这个猪腿的时候 他说不可以啊 这一多是拐啦 那刚刚我们讲好的火腿蛋炒饭啊 你同意啊 你现在要多一个前腿啊 我下蛋 你多前腿啊 这样才有火腿蛋炒饭啊 你母鸡下蛋啊 比较容易啊 我要多一条腿不得了啊 这个就是付出不平等啊 当然不可以啊 所以两个人啊合我不成啊 后来就商量商量 所以就说啊 我们去马戏团啊 你这只猪啊 跳舞给人看啊 那我下蛋来卖啦 这样总算可以的 因为我跳舞啊 不必砍腿啊 那你再用下蛋就好了 最后两个人合起来咯 可以同行啊 因为付出差不多啊 我出鸡蛋你要多一条腿啊 付出不一样啊 所以啊 火腿蛋炒饭不能卖 夫妻就是这个样子哦 如果一方的付出太大了 而一面的付出呢 是轻轻松松的 这一对夫妻啊 无华同行 走一步都难啊 何况是密香气啊 所以 不管是家事也好 家会里面的生工也好 假如有一方在家会付出很多 那么另一方在家里就要帮忙多一点 这样子两个人才能够同行啊 夫妻的工作齁 没有说理所当然的 你也啊 就是要撒饭 要洗衣服 再忙啊 这些都是你的工作 你就是感冒啦 还是这个工作 你发烧爬不起来 还是你要做 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啦 如果你这样认为啊 那你的另一半就会说 岂有此理 你认为这是理所当然 你女人嘛 就是要做这样做 那当然女人会说 岂有此理 是谁规定的啊 所以付出跟享受 不平均的时候 绝对是有问题 所以啊 我们才要在爱中彼此服侍 这样子才能够 密香气地同行 我们看结论 说愿主内所有的眷属 都是有情人 因为是有情人才能结婚嘛 那既然结婚了 要更有情 那最后啊 我讲五句话 这是最近很流行的 不管是结婚 没有结婚 男女之间啊 夫妻之间 这五句话很重要 也就是五个数字 一二三四五 很简单 又很重要 一 就是每天啊 给对方一个微笑 我们都知道微笑最美 微笑可以缩短距离 微笑可以压制脾气 微笑可以减少冲突 而且微笑又是那么美 所以每天给对方一个微笑 不是大笑哦 微笑 你看镜子前面看看 微笑最美 二 就是两目相对 而且要深情款款的 有很多夫妻啊 讲话不对看的 顾左右而言他 讲话的时候 我就不看你 你也不看我 可是讲话还是讲了很多 甚至很大声啊 但是眼睛不相看的 你眼睛不相看 怎么知道是花脾气 还是高兴 所以每天啊 要两目相对 不但知道他的喜怒哀乐 你这个两目相对哦 才知道他有没有皱纹啊 最近啊 这个边边啊 头发是不是白一点啊 你该怎么样去爱他 如果都不相对的话 他打扮这么美啊 你一句赞美都没有 他拉你拉他了 你也无所谓 这样啊 就很不好了 好 第三 每天啊 三次接触 有的夫妻哦 不接触的 所以每天啊 最好要三次接触 揉揉腰啊 她打打肩啊 打打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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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碰手啊 抱一抱啊 亲一亲啊 三次啦 你看我们家里不是有什么 订了很多报纸吗 早报五报晚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三报嘛 这样子 三次接触不错啦 距离手短 爱增加 但是别的国家有啊 马来西亚也有吧 没有 还是没有 云顶啊 云顶 春天有春天的美啊 冬天也有冬天的美 最近啊 昨天啊 前天啊 谁到北海道去了 北海道 北海道现在很冷的 四季旅游 尤其当先生的人 要好好的计划 有钱嘛 到纽西兰啊 澳洲去啦 没有钱啊 印尼啊 马来西亚 再没有钱啊 圣陶沙 再没有隔壁的公园 反正啊 四季都带出去走一走 你会发现啊 这个四季旅游 会增加夫妻的感情太大 所以啊 要好好计划 也要鼓励 最后 第五 就是 五分钟的灵修 每天每天啊 夫妻啊 五分钟 跪下来祷告 每天啊 每天啊 五分钟 一起看圣经 五分钟啊 不多喔 但是啊 连五分钟都办不到一大堆啊 你会发现啊 五分钟的灵修 对你们的感情啊 进步太大 对 一起同行密相机的帮助很大 所以啊 一定要客户 把这五分钟播出来 五分钟祷告 五分钟看圣经 真的这么难吗 如果不难 你就做做看 你会发现啊 你们真的是密相器啊 现在是数位时代 数位的时代 所以我这个五个数字很简单 就这么讲 一二三四五啊 试试看吧 不错啦 来唱诗 一百五十八首 走在主的路上 走在主的路上 好 就给你们看